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在这个微博之夜陈一天又忍不住安利赵丽颖 在这个微博之夜陈一天又忍不住安利赵丽颖 在最近的微博之夜上 陈一天再次为赵丽颖打call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和期待 陈一天和赵丽颖都是娱乐圈的知名人物 两人的互动常常引发粉丝的关注 此次陈一天的微博更是让粉丝们 对赵丽颖的新作品充满了期待 在微博之夜上 陈一天忍不住再次为赵丽颖打call 他发文称怎么办 看到就忍不住想法一下 倒计时28天 赵丽颖好秀评第20条 赵丽颖简约高智庄第20条赵丽颖 这条微博一出 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 大家都在猜测赵丽颖的新作品将会是什么样的 陈一天的这条微博中 他提到了倒计时28天 这让人们不禁猜测 赵丽颖的新作品是不是即将上线 而且陈一天还特别提到了赵丽颖简约高智庄 这让人们更加期待赵丽颖在新作品中的表现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以其出色的演技和高颜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无论是在电视剧还是电影中 他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而陈一天作为他的好友 他的这条微博无疑为赵丽颖的新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期待值 陈一天的这条微博无疑为赵丽颖的新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期待值 粉丝们都在期待着赵丽颖的新作品能够早日上线 而我们也期待赵丽颖能够在新作品中 再次展现出他的出色演技和高颜值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喜剧 第20条的片名取字刑法 第20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导演张艺谋 故事讲述了自打挂直到市检察院 韩明雷加音市的糟心市就接二连三 儿子韩宇晨刘耀文市打了校领导张艺市儿子 并拒绝道歉 妻子李茂娟马力市义愤填膺 继而揍了校领导 捕刀成功 同搭档旅00高夜市分歧不断 案件久拖不绝 又一起案件相关人好秀平 赵丽颖是被逼入绝境 万分危急 情与法的较量由此展开 事业与家庭如何平衡 韩宁决定赌上一切 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2.赵丽颖36岁演艺事业日益辉煌 迈向非著名演员之巅 张艺谋导演的最新作品 第20条发布定档预告 引发了众多影迷的热议和期待 这一次张艺谋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导演的才华和品质 而在众多优秀演员中 赵丽颖的表现尤为抢眼 他扮演的听障人士好秀平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 赵丽颖这次的角色选择可谓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扮演一个没有台词的听障人士 只能通过手语和表情来传达情感 对于任何演员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然而赵丽颖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 并成功地将角色演绎得非常出色 在预告片中 赵丽颖的形象完全颠覆了以往的荧幕形象 她不再是那个妆容精致 衣着华丽的女神 而是一个素颜出镜 衣着朴素的普通母亲 她的衣服洗得发旧 头发也显得有些油腻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贴近角色 让观众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好秀萍的生活状态 这种完全舍弃形象包袱的表演方式 让人不禁为赵丽颖的勇气和决心点赞 她在影片中的表演非常到位 通过动作和表情让人深入感受到 她所饰演角色的内心世界 尤其是在影片中有一场孩子被抢走的戏份中 赵丽颖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她悲深冲上去抢夺孩子 那种下意识将嘴巴张到最大的表情 让人感受到了一个母亲 在危机时刻的无助和绝望 这场戏中 赵丽颖的表演张力十足 让人为之动容 除此之外 赵丽颖在影片中还有一场令人感动的哭戏 当孩子丢失后 她抑制不住的眼泪奔涌而出 那种崩溃无助的表情让人心疼 赵丽颖在这场戏中的表演非常到位 她急迫到崩溃边缘的表情 让人感受到了一个母亲内心的痛苦和无助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精彩演出 并不仅仅依赖于她的高超演技 更重要的是她对角色的深度 李洁宇全情投入 为了完美诠释这个角色 她在片场期间选择沉默寡言 全心全意地沉浸在角色的内心世界中 这种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让人不得不佩服 张艺谋导演对她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她不再是原来的赵丽颖 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 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是一个身处困境的母亲 为了保护孩子而勇敢的与恶势力抗争 这个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听障人士 更是一个充满母爱和正义感的英雄 赵丽颖通过自己的表演 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和生动 让观众真正感受到她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这次角色突破让观众看到了赵丽颖的无限潜力 她不再是那个甜美可人的小花旦 而是一个能够驾驭复杂角色 情感丰富的实力派演员 她在影片中的表现无疑突破了自我 展现出色的演技实力 当然 赵丽颖的成功也离不开导演张艺谋的专业指导和团队的支持 张艺谋作为国内电影界的翘楚 对于角色的刻画和演员的塑造有着独到的见解 她善于挖掘演员的内在潜力和情感表达 并为演员提供广阔的发挥空间 赵丽颖正式通过与导演的合作 才得以在影片中展现出如此出色的演技 第二十条中赵丽颖的表现堪称惊艳 她所饰演的好秀屏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 无论从角色塑造还是从演技表现上 都让观众看到了她的突破和成长 相信未来赵丽颖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上不断突破自我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 在这间间的演技上也提供了 在这间的演技上也提供了 在这间的演技上是因为当时的演技 这次演技会是因为当时的演技 有些人的演技 没用看完 这次演技 但是第一次演技